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中日报报道 浙江省亲子鉴定数量每年增加20% 2011年 四川媒体称 四川地区亲子鉴定数量连续三年都在翻发 到了2013年1月 沈阳媒体报道 沈阳申请亲子鉴定的人数同比去年增加了60% 为何亲子鉴定的人数连续增长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 这种意乎寻常的热情背后 究竟反映了怎样的现实 那么咱们说亲子鉴定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严格来说呀 最早亲子鉴定只是用于司法令 就说只是司法部门在利用亲子鉴定来订下案件定性 比较常见有那么几种情况 比方说这个继承权呢 抚养权呢 产生纠纷 到底这是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这时候要司法鉴定 再有的强奸犯的认定 有的妇女被强奸之后生了孩子了 这孩子和强奸犯之间存在着亲子关系 这不就把他事实被认定了吗 这比较常见的是我刚才说的这么几种情况 就是这时候会引入一些这个司法鉴定 那么司法鉴定呢 也是亲子鉴定最早存在的一个原因 世界上第一例亲子鉴定的是1985年 当时加纳有个小男孩 他说呀 我母亲是英国人 在英国住的 我申请移民英国 当时英国的移民局呢 就申请了司法鉴定呢 鉴定一下这孩子和他那个英国母亲 这是不是他的孩子 最后鉴定的确实是这样把他从加纳移民到英国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亲子鉴定 1985年 中国最早的一个是1991年 当时呢 公安部门有一个矿案19的 关于离婚抚养的案子 就离了婚之后啊 这孩子该不该他爸爸抚养他 爸爸说这不是我的孩子 就会很长时间 最后没办法呢 公安部破例把当时仅仅局限于 行政技术鉴定的这个亲子鉴定技术 拿到了民事案件当中 最终 这位父亲和五岁的儿子在北京同时提取了血液 鉴定结果显示 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 法院最终据此判决这位父亲不再承担对孩子的抚养义 并由母亲承担鉴定费 诉讼费 以及归还父亲在过去几年已经支付的抚养费 这是DNA亲子鉴定在中国的首台先河 由此 这项不大为人所知的技术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在中国社会里上演了一幕幕 悲欢离合 那么后来呢 亲子鉴定范围扩大了 就不局限于司法亲子鉴定了 就开始有个人亲子鉴定 个人亲子鉴定啊 基本有这么几种常见的形式 就是第一个的是 怀疑自己的被偶不忠 这孩子不是我的 你生的 我的鉴定 这是第一种情况 马里一龙年三年 北京顺义一家亲子鉴定重新能签 一个运户和两个男人表情严肃 默默不语 当他们拿到贵宫的鉴定结果时 并且异想着到贵宫会发生了 支持谁谁谁谁谁的生物学父亲 然后就拿出去了 说 哎 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 是支持的 那你们来签一下字 这个字还没签完 就见其中的一个男的 把这个女的一拳给打倒了 直接就打在我们那个检验室门口的地上了 你看 这两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男的才是他的老公 而来最建议是这个女的和这个男的 等于现在一定要人和情人做的鉴定 那反而就是一个支持的结果 那这个人才是他的老公 那他知道一个支持的结果 那我们就直接上去 这他靠着不去 谁去打他 他不想打他 第二种呢 是这个怀疑啊 医院呢 或者谁呀 是把我孩子掉包了 弄错了 就我们开始看这小品 王鸿他演的小品 不就是 怀疑在这个医院里头把孩子给抱错了 这是第二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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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呢 兄弟啊 父亲失散多少年了 这下见面了 怎么能确定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爹 那好 做个亲子鉴定 所以个人亲子鉴定 基本上就是 刚才我说的 常见的三种状况 那么当然 个人亲子鉴定 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断定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但是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前 这个目的又有了一些变化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要把孩子带过去落户 比方设计到什么肌肌高潮啊 现在户籍流动这问题啊 因为户籍本身跟福利绑在一块儿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想把这个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的话 有的时候就要去做一下亲子鉴定 然后拿到这个 到相关部门做证明 你看 孩子 是我的 我要带在身边给他上户口吧 所以很多时候为了落户 现在也开始搞这种 就个人的亲子鉴定 所以我说亲子鉴定呢 大致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一种方式 那么亲子鉴定怎么做呢 很多人觉得很好奇 其实所谓的亲子鉴定 不是现在才有的 亲子鉴定在中国很早就有 你看咱们有朋友看过一部电视剧 叫大宋提行官 里边和兵演那个宋慈 宋慈呢 历史上十有七人 这是个法医专家 他写过一本书叫《喜愿记录》 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注 他里头就提到了这种亲子鉴定 怎么鉴定 他说呀 有一种叫低谷人情 就说呢 比方说你的父亲 谁 你就死了 过世了 就烂的就是一把骨头了 你怎么会断定说你是他的儿子 好 把你的手指划破 把他血啊 第一杯是个骨头 这就说明 这死人是你爸爸 你是他儿子 这就说明 这死人是你爸爸 不进去 那就不是 甚至更玄的呢 说夫妻也能通过这一段 这位妻子把手指划破了 滴到丈夫的骨头上 当然是不是亲生关系 他滲不下去 但是呢 马上在这骨头面凝固出来 不会翻开 说明你俩是两口子 你听着是不是有点血 哎 这是完全不科学 这等于是古人呢 他的认知局限 这个低谷认情和低血认情 一般来说这血是滴不进骨头的 能滴进骨头 只能说明什么 骨头粗粗 那差不多了 他跟是不是他孩子 没直接关系 后来又发展成低血认情 低血认情 很多朋友熟悉 就把这些血啊 你父亲的血搁到水里上 然后再你的儿子这血放了 一会儿两块血团融到一块了 说明是父子俩 融到一块不是 这个咱们我一说 很多朋友想起来 这中间谁有个战友 在九亭直播官 里面不通过这种方式来断 那个人是不是强调犯罪吗 就看这个血能不能融到一块 那个画面我相信 给很多朋友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消融了 你就是凶手 无论是低五任期还是低血认期 都不科学 都不对 现代的性子鉴定方法 那比这个科学多了 采用DNA比对 就我们通常说的基因比对 说DNA比对 咱去验血吗 有时候用不着 验血只是其中一个方式 验血呀 验你的体验 包括兔子之类的 铜色呀 都可以做到 你看现在咱们 你太有的行程片不就是吗 仅仅通过你呀 某个地方留个指纹呢 或者留点汗呢 通过这个 做DNA比对 就能验出好多事情 所以现在亲子鉴定 并不一定非得要验血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例子吗 就是有老仇 七十多岁了 也想看要没了 利益主 那这房子给谁 给孩子 这孩子是不是他的 他心里头一直又 非常疑惑 他就想做个亲子鉴定 可是这事没法跟孩子伤嘴 这怎么办 是今天得带孩子去 他就跟自己一个好朋友说 这好朋友正好是个华一走的 他你用不着 你用不着你去 你用不着孩子去 有一个办法 一样 你儿子抽烟 你把他弄在家里 走到好烟 你让他抽烟 抽完烟头 烟头给上面 这烟会帮着 你把烟头给我 我拿出来就一样 为啥 烟头还有他抽烟 所以现在的亲子鉴定 那比过去鉴定多了 检验DNA 最常见的取样是血液和毛发 此外 人体的其他组织或分泌物 包括精簪 肌肉组织 唾液 骨骼等都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 带有上述成分的烟头 油条 口香糖 牙刷 动物品 也可成为检测材料 DNA 是人体遗传的基本载体 是由数以万计的基因组成的 人体的DNA 一成不变 从孕育娘胎到长大成人 直至死亡 其携带的遗传信息始终不灭 只要获得微量的DNA 即可精确地进行亲子鉴定和身份鉴定 利用DNA进行亲子鉴定 只要十几至几十个DNA未典做检测 如果全都一样 就可以确定亲子关系 如果有三个以上的未典不同 则可排除亲子关系 有一两个未典不同 则应考虑基因突变的可能 去加做一些未典的检测进行变变 有些准不准认 亲子鉴定是那样 否定关系的亲子鉴定 就是鉴定完了 他不是你儿子 这个准确度达到百分之百分 基本上 就基本上有一定准认 就断定他不是你儿子 断定他是你儿子 就基因比例 他基因很像 是你儿子 这个命中的命中有99.99% 也就是大概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出现差错 就说是你儿子 但是呢其实不是 这有万分之一的差错 说不是你儿子 几乎没有差错